大家好,今天做卤水腐竹 这是我最近经常做的一道菜 女儿很爱吃 卤汁 和一包腐竹 先泡发腐竹 准备一盆温水 撒一点盐 把腐竹放进去 掰短过长的腐竹 浸泡3-4个小时 准备一些配料 蒜子 辣椒 姜片 是和腐竹一起煮的 香菜最后下 将泡软的腐竹洗干净 剪成2寸长 热锅 加油 放入蒜子 姜片 炒香 加入辣椒 加半碗水 四分之一碗 炉水 煮一下 再加点蚝油 糖 糖 黑胡椒粒 鸡尖 尝一下味道 可以了 倒入腐竹 再加点水 煮开 盖 盖上盖子 慢火煮15分钟 好 时间到 尝一下味道 把蒜子 留下汤子 加蒜子 辣椒取出来 加入酸菜 加点麻油 醋 炒匀 好了,上盘 尝一下味道 吸满毒水汤汁的腐竹 搭配着香菜的香气 清香可口 是一道美味的下饭素菜 ilingual 20年前 用这个消息 把你开口 吃地味道 吃饭素菜